记者肖庭峰台北报道,年底选战倒数,台北市长柯文哲对外强调将市政做好就是最好的宣传,并表示要6000万元打完整场选战。 不过,台北市议员汪志斌调阅资料发现,柯文哲上任至今,台北市政府共赤子4216万元公帑拍摄72部有市长入境的市政宣传广告, 今年又逢选举年,影片数量更是历年之最。 汪匹科恩哲选称要打一场清选战,却烂由市府资源撒银谈宣传,简直孤名调语。 汪志斌今于台北市议会市政总志巡时指出,2015年至今年为止,柯文哲露脸的影片分别从16部、13部、15部,今年还没过完,已有28部, 创下新高,此外,柯腾扬言希望6000万元打完选战,却早已启动市府版业配,狂洒4216万元在各种市政影片现身, 根本就是从那税人口袋捞钱打选战,孤名调语。 汪志斌更进一步指出,许多影片内容毫无实质意义,如警察局赤资9万7千元的无独城市台北城, 从头到尾以新闻,照片充斥影片画面,最后再由柯文哲与警察局长喊口号,根本没有教导民众如何分辨,防放毒品, 电阅率也仅一万多,论宣导效果,也十分有限。 汪志斌讽刺,柯自称未进行任何选举活动,其实是利用行政资源疯狂自我推销, 柯文哲看完影片还抓头回应,影片拍得不好,平均每人,每次点阅要快十元, 广告还是要有人看才有用,会检讨无独健康台北城影片。